東岸的各級政府目前都嚴陣以待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電話連線 本台在紐約的特約記者王新坤 新坤你好 現在已經是紐約時間 大概晚上9點多了 那先談一談目前紐約的情況 大雪是不是還持續地在下呢 對 從今天上午開始 其實這個大雪就已經持續不停了 對岸是規模不太大 但是也是陸陸續續地覆蓋了 紐約地區 加上平均速度是達到 每小時10英里的大風 市區各處的能見度已經是不高了 截止到目前大概是 美東時間9點左右呢 地面的積雪已經達到了至少3至4吋 不過這一場呢 被稱為是 有可能成為紐約史上最強風暴的這個 暴風雪呢 對美東地區的正面襲擊呢 將會是晚上的11點左右開始 就是持續到明天周二的午後去晚間 所以呢我們現在是還在這個 暴風雪來臨的前夕 那麼預計呢 既然現在這個具體的這個預報呢 有一些調整 之前呢是預計會有20到41吋的這個積雪 目前稍微下調了一些 大概估計會有12至24吋的積雪 也是相當的可觀 估計每小時的降雪量呢 有可能會達到2至41吋 那城島封部地區呢 是這個沿海地區的積雪 會有可能更多 嗯 所以你剛剛提到的 可能是要東岸時間 大概晚上的11點之後 是進入這個最強的暴風雪的情況 那台南現在的交通 是不是也已經受到了一些影響 像是地鐵啦 或者是公車等等 已經停止了嗎 是的 這個地鐵呢 公共交通系統啊 其實從每個時間晚上7點就開始 已經逐步的減少了半次 以便呢把這些設備 轉移到室內安全的區域 來進行保護 那麼今天晚上 美中時間的11點呢 所有的地鐵服務將會停止營運 這也包括了出入紐約的鐵路通行系統 其實呢地鐵全線的停運 在紐約市絕對不是常見的現象 那麼這次停運呢 也是體現了市政府 應對風雪的重視啊 另外呢 從11點開始 紐約市將會全面禁止 飛行及服務汽車在路上停駛 而為了最大程度的減少 這個這場風雨對通勤的影響呢 很多公司呢 今天是紛紛地讓員工提早下班 那市府還呼籲市民呢 明天最好是留在家裡 遠程地進行辦公 OK 公立學校呢 也是今天提早結束 預計週二 週三 也會持續保持關閉 好的 那麼很快地告訴我們 你住在紐約 那麼你的朋友啦或者鄰居 要怎麼樣來面對這場號稱 世紀暴風雪的來襲 你們怎麼來因應呢 對 其實暴風雪來臨 好像有一些突如其來 因為之前那天拘報 並沒有估計暴風雪 會發展成目前的這個規模 那麼從昨天開始 是越來越嚴重的暴風雪拘報呢 也可以說讓紐約市居民 有一些措手不及啊 全市各大超市呢 食物儲備是紛紛地告急 可以看到這個搶購食物 和飲用水的居民 是到處排取了常墜啊 那麼另外呢 有可能會引起這個 斷水停電的情況啊 也讓這些發電機啊 汽油等等成為了 景峭的商品 那當然市政府呢 這個應對的自然災害 尤其是特別的重要了 尤其是這個政府的 抗災行動呢 是對政客的一個重要考驗 那麼市長也是 絲毫不敢大意啊 今天是多次召開記者會 來提醒居民留在家裡 並且呢 注意安全 不過其實應對暴風雪呢 不僅是在提前的準備工作 暴風雪之後城市的經歷重建 更是市民關注的重點 余肉年這個歷史性暴風雪 市府的反應非常的緩慢 也受到了多方的指責 那麼這位紐約經上任一年的市長 會交上一份怎樣的成績單呢 民眾也是拭目以待 好的 我們謝謝辛坤來自於 紐約的連線的報導 也請你一切非常的小心 那麼當然呢 對於美東地區的這場暴風雪 我們也會持續的帶你關注